第三项流程 制定分析管理策略 我们说在高层我们所讲的 第二项流程分析评估基础上 我们在经过分析的识别 分析和评价以后 我们对企业所面对的各种分析 基本上有个判断 像高层所讲到的 是吧 重大风险 重要风险 一般风险 那么针对我们识别处理的这些风险 那第二第三步 我们有制定有关的分析管理策略 而应对这些风险 那么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说制定分析管理策略 这个分析管理策略 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说这个风险管理策略 前面跟大家讲一讲到策略 我们说策略就是做谋略 是吧 是一种计谋 是一个行动的指南 那么具体的说风险管理策略 主要含个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个呢就确定风险偏好 风险成就多 和风险管理力有效性和标准 后面会展开讲 这里简单的谈一下 我们说什么叫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通俗的讲 就是我们对对风险的这种态度 我们是偏好风险呢 还是反感和业务风险呢 还是对风险表示中性 就无所谓呢 这就是风险的偏好 确定风险偏好 实际上就是说 确定企业呢 愿意承受哪种风险 偏好于哪一种风险 哪一类风险 那么风险成熟度 当然就是我们所讲的 风险容忍度 你这个体验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容忍这个风险 还有了风险管理的 有效性标准 风险管理师傅有效 你得定个标准 你没有这个衡量标准的话 你就不知道 你风险管理师傅有效 这是自电风险管理策略大中的 主要的第一项内容 确定风险偏好风险成熟度 和风险管理有效性标准 第二个内容 就是在确定你的风险偏好 风险成熟度 风险管理有效性标准基础上 就具体涉及到 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 那么这里所讲到风险管理工具 后边我们也是要展开讲 具体在管理风险过程当中的 长期的风险管理工具 我们说包括 像风险承担了 风险规避了 风险转移 风险对冲 风险转化 风险补偿 风险控制等等 有七种常用的风险管理工具 这是比较重要的风险管理策略 当中第二项内容 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 那么第三项比较重要的内容 是什么 选择合风险管理工具之后 我们说 那就从企业总体上来讲 总体上来讲 有合理的配置你的人才物资源 就是说 有确定风险管理的资源配置的原则 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如何来配置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风险管理策略 大概其 如果划分的话 就是三大块内容 确定风险变好 风险成都度 和风险管理有效效变种 第二 选择具体的风险管理工具 第三 就确定风险管理的人才物资源的配置 这是第三项流程 下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风险管理策略 制定的时候一些 制定的要求 这个大家看 第一条要求 说根据风险内险的不同 选择失意的风险管理工具 这个当然很好理解了 你起有七种风险管理工具 但是我们说对于不同的风险 你选择失意的风险管理工具 并不能够一刀切 第二 根据不同的业务特点 统一的确定风险偏好 和风险成熟度 大家要注意 就确定了风险偏好 和风险成熟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握一个正确的认识 什么样的认识呢 请大家看 所以要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风险和收益平衡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风险和收益的对等原则 避免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防止和纠正 忽视风险 忽视风险 偏面追求收益 而不讲条件和犯法 认为风险越大 收益越高的观念和做法 另外一个极端是 防止单纯为了规避风险 而放弃发展机遇的做法 这就避免这两个极端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偏面的追求高收益 而没有考虑到高收益背后呢 你应该承担了高风险 所以这考虑了追求收益高 但没有考虑到可能灭掉的风险 这就第一个极端 防止和纠正忽视风险 偏面追求收益的做法 另外一个极端呢 我们说也不能太保守了 遇到风险 我就想发生法 把它规避掉 避免掉 我们说你在规避风险的时候 当然也就规避了机会了 也就为企业创造架主机会了 这两个极端 我们说都要避免 这是确定风险 偏好风险承受度 我们说必须要考虑 风险和收益对等原则 也就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防止两个极端 这个大家要看一下 防止两个极端 这个要注意考虑当作 涉及到这个内容 第三 根据风险收益相平和原则 以及各个风险在风险 坐标图上的位置 进一步的确定 风险管理流行次序 明确风险管理 成本的资金预算 和风险控制风险的组织体系 热力资源应对措施 等总体安排 这个其实这句话 就是我告诉大家所讲的 你在风险评估基础上 我们说把你的识别评价 分析完以后 这些风险在风险坐标图 也就风险矩阵图 也就风险评估系图上 很直观的标出来 这个图我们现在不画 我们将来在第三届 讲到风险管理技术方法当中 又讲到风险评估系图 我们说这个图 简单说一下 这个图横坐标 就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实际上就是风险发生的概率 大还是小 重周呢 就是指风险发生以后 造成的后果 造成的后果大还是小 这样呢 通过横周和重周呢 我们就在直角标系大多 相当于形成一个矩阵 形成一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图当中呢 就可以把我们这些风险评估大多 识别程的风险 我们这些矩阵图大多给它标出来 比如说这个矩阵图的右上角 第一个下线 那么表示 这类风险是属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 同时一旦发生以后 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大 那么这类风险是属于我们重点管控的重大风险 那么这个坐标图的左下角 就是指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小 而且一旦发生以后造成的后果也小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的一般风险 所以呢我们说哪些风险重大风险 哪些重要风险哪些一般风险 通过这个风险坐标图 和直观的就为我们下一步 确定风险管理的优先等级 也就优先数据提过的依据了 相应的这些风险管理的资源配置方面 就是人力物力财力配置方面 我们说也提过依据了 是吧 在人成为配置过程当中 重点我们说要把资源优先倾向于 是吧 去管理那些重大风险 这就是说制定风险管理策略要求当中 第三条实际上讲的就是 有如何在风险管理过程当中 有这些资源的配置 人成为资源的配置 你的依据呢 主要是依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通过风险坐标图 很直观的 就为我们管理各类风险的 提供了人成为配置方面的 这个资源原则 第一 私下流程 是提出和实施 风险管理的具体的解决方案 刚才我们讲到 资源风险管理策略 这个策略 我们说还是一个谋略 是吧 是一个主体的风险应对的指南 是个指引 那么具体第四步 就是说对我们识别出来的 每一类风险 怎么能应对呢 这就有个具体的方式 方法还有个具体的方案问题 所以呢 你第四步提出实施 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是服从于第三步流程 就是你的风险管理策略 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呢 到头具体策略的具体化 那么请大家看 说企业应该根据风险管理策略 这对各类风险 或者每一项重大风险 制定风险管理的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们说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的类型 具体解决方案类型呢 我们说有两种 就是从制定解决方案的主体角度来讲 这个解决方案有两种 一种叫外部解决 一种叫内部解决 那么我们说外部解决 外部解决一般就指什么 就是指外包 外包 就是你把这个风险管理 具体解决方案 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来做 当然我们说如果选择外部解决 也就是选择外包的话 你必须要做做 厂保和收益的平衡 就是说如果外包的话 相对于内部解决来讲 必须呢 我们是有助于价格厂保 提高我的收益 同时我们说还要考虑一下 外包的这个质量 还有自身的商业秘密的保护 以及呢 对第三方公司这种 外包产生的依赖性 为此我们是有这点相应的 预罚和控制措施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 外部解决法 就是外包 那么内部解决法 内部解决的话 就是指从其内部角度来讲 必须要构建一个风险管理体系的 一个高效用转 风险管理体系的高效用转 所以企业制定风险管理的内部解决法 那么首先应该满足合规的要求 就是必须要怎么样 强调合法合规 坚持 企业的经营战略 和风险管理策略一致 我们讲 第三章的时候给大家讲 说这个经营战略指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第三章讲到的 战略我们说包括总体战略 业务单位战略和什么 和职能战略 其中的业务单位战略 也称之就竞争战略 也称之就经营战略 就经营场面的战略 这里的内部解决的话 说必须要坚持 经营战略和风险管理策略 又一致 因为你风险管理策略 是服务于什么 服务于战略 所以你风险管理策略 必须要和你的经营战略 或者就业务单位战略又一致 风险控制与用盈效率 及效果相平和领程 你不能说为了风险控制 而价低你的用盈效率 或者效果 是不是 针对重大风险所设计的 各个管理及业务流程 制定含个各个环节的 全流程控制措施 对其他风险所设计的业务流程 要把握 关键环节作为控制点 承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那么其实说了一大段是个什么意思啊 说了一大段 算风险管理体系的高效用者 其实是强调 从内部解决方案角度来讲 我们说必然要采取一些内控措施 就内部控制措施 那么这里就谈到个内控措施 怎么来制定 其实制定内控措施 至少应该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这个内容呢 大家有助于选择提的 其制定内控措施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内控措施的含义 那么比如说第一条内控措施 是有借理内控稿位授权制度 有借理内部控制的稿位授权制度 什么意思呢 就从企业内部的角度来讲 所以内控所涉及的各个岗位 我们说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授权 授权 所以任何组织个人不得超越权限 做出风险性的决定 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做出 那么我们说建立内控措施的授权制度 授权制度 这个是后边我们讲到内控无要素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属于我们所讲的内控无要素当中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这个要素的要求 授权审批制度 所以是属于后边我们会讲到七下控制活动之一 第二 建立内控的报告制度 内部控制的报告制度 所以内控报告制度 是指内控信息与沟通要素的具体体现 比如说明确规定了报告人 与接受报告人 报告时间内容传递了一些负责 处理报告的部门和人员 那么我们说这个内控报告制度 这是个什么制度呢 其实是我们后边所讲到的 内部控制五大要素当中 信息与沟通要素的要求 信息与沟通要素的要求 就是按照信息与沟通要素要求 要求什么内控信息呢 在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岗位 是吧 以及内部与外部相关利益 利益者之间的这种信息沟通 所以这个内控报告制度呢 就涉及到 些许沟通要素的要求 第三 内控的批种制度 我们说内控的批种制度 实际上也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五大内控要素当中的 什么 我们说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 后边会讲到 七项控制活动大多 其中呢就涉及到授权省批控制 刚才只不过呢 第一项是进入内控稿为授权制度 这里呢第三项是讲内控的批种制度 我们加了一项都控制活动要素的 谈到有七项控制活动 七项控制措施的时候 是把事务权省批 是放到一起的 就是事务权省批控制 现在我们是把这个事务权和批种 省批的分开了 请大家看 所以内控批种制度 是事务权制度的表现 该制度对内控所设计的重要事项 明确规定批种的程序条件 范围和恶度 必备的文件 以及有权批种的部门和人员 及其相应的责任 这个大家大可以去理解 就和后边所讲的 内控无忧数能够对接起来就OK了 第四 建立内控的责任制度 所谓内部控制的责任制度 应该和内控改为受却制度的下配套 该制度按照哲学力相同一的原则 明确规定各个部门 业务单位 岗位人员应该负到的负的责任和奖承制度 这是个责任制度 实际上我们算是个所谓的内控责任制度 和刚才我们所讲的控制活动当中 所讲到的七下控制活动和七下控制措施当中 所谈到的授权审批控制已经涵盖了 因为授权审批控制当中就包括授权了 包括批准了 包括应该承担责任了 只不过在这里呢 他把它细化了 授权批准 批准 分开来讲的 第五 建立内控审计检查制度 内控的审计 这个内控的审计 实际上 我们说它是属于什么范畴呢 我们看一下 说该制度结合内控的有关要求方法标准与流程 明确规定审计检查对象内容方式 负责审计检查的部门等等 那么这里所讲的内控审计制度 实际上通常情况下 内控审计制度 审计嘛 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的主要是强调的内部审计部门 对内控的审计监督 设计监督 所以这个内容其实是属于 我们所讲的内控审计数当中的什么 控制环境或者就内部环境 控制环境 或者就内部环境这个范畴的 这个审计范畴的 下一个 建议内控的评价 考核评价制度 内控的评价 就考核评价制度 所以具备条件的协议 应该把各个业务单位 分析管理的执行情况 与技术形成要挂钩 内控的考核评价制度 那么这个内控的考核评价制度 实际上和我们后边所讲 内控五要素当中哪个要素相关呢 依然是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 我们一阵一讲 后边我们会讲到具体的七下控制活动 其中呢就谈到就技术考评控制 技术考评控制 所以我们说你现在把内控的考核评价 形成一座制度的话 实际上是属于控制活动 范畴当中的技术考评控制范畴 第七 建立重大风险的预警制度 建立重大风险预警制度 我们说对于重大风险呢 我们说又制定预警制度 同时呢又制定什么应急发 应急预案 对一些重大风险 突发事件 我们就制定了有关的应急预案 那么这个重大风险预警制度 是属于什么呢 大家注意了 它也是属于我们后边所讲的 内控五要素当中控制活动范畴 后边呢我们会讲到 这个控制活动当中 后边我们会讲叫七加一 七加一 所谓的七就是我一直给大家讲的 控制活动 这个右手当中要求的七大控制措施 就七效控制措施 加个一 一是什么呢 一呢就是刚才所讲的 有记得重大风险的 还有突发世界的 这种预警制度 又制定应急预案 所以七效控制措施 加上重大风险 突发世界的这个应急预案 然后第八 建立解决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这个建立解决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那么这里有段话 说企业要充分考虑到法律分析 管理的专业性 大力加强企业法律分析的防范机制建设 形成由企业决策层主导的 企业总法律顾问牵头的 企业法律顾问提供业务保障 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 法律分析的承认体系 完善且重大法律纠纷案 借的备案管理制度 我们说这个建立解决 法律顾问制度 这个体系的 又是我们后边所讲的 五大控制要素当中 哪个要素呢 是属于我们所讲的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 也就内部环境 这个要素的要求的 我们说控制环境 就内阔环境当中呢 其中就设得到 从其内部角度来讲 我们是要有这种法律意识 是吧 有重视这种合法合规 所以呢 你借力借取法律共同制度的话 是符合我们 内阔五大要素当中 控制环境的要素 第九 建立重要岗位权力制衡制度 重要岗位权力的制衡制度 所以明确规定 不相容职者的分离 涉及重大决策 指定重大事件 要对重大风险管理 重要信息披露的责任岗位 就是所谓的叫重要岗位 所以重要岗位呢 包括受缺审批了 业务惊霸了 会计记录了 财查保管了 集合检查了等职责 所以对内控所设计的重要岗位 可以设置一岗 双人 双职 双折 相互制约 明确 该岗位的撒基部门 或者人员 对其应该 采取的监督措施 和应付的监督责任 将该岗位作为 内部省级的重点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建立重要岗位 权力制衡制度 实际上 这种岗位的制衡制度 是个什么制度呢 其实也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控制活动要素大多 所讲的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的期下措施大多 其中第一条 就是不相容植物分离控制 不相容 也就是不兼容植物 有分离控制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这个分离以后呢 我们说大大的 可以降低这种 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不相容植物 分离控制 这是属于控制活动的 一些具体措施 因此我们说 这体现控制活动要素的要求 这是高层的 对于内控的这几项措施 怎么来解读它呢 就是围绕我们后边 所讲到的内控五要素 给大家做个解误的解释 将来我们后边 我们学习完内控的五大要素以后 就五大要素以后 回过头来 具体的看这些控制内控措施的话 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不看是有风险的 那有可能会考到选择题 看的话 怎么看呢 重在理解 但是我们说 现在要理解它 可能还有点抽象 但是等你后边的 学完内控的五要素以后 回过头来再理解它 这就比较容易 所以建议大家呢 等将来 把内控五要素学习完 回过头来理解的问题 就更容易结束 那么下必我们看 第五下流程 就最后一下流程 就风险管理的监督与给进 我们说 在最后一下流程当中 风险管理监督与给进 首先谈到什么 谈到风险管理的监督 监督 那么风险管理监督 首先我们说 涉及到监督的方法 风险管理监督的方法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有四种方法 这个要注意选择题 一种方法叫压力测试 第二种方法叫返回测试 第三种方法叫穿行测试 第四种方法 就风险控制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 这个有助于选择题 哈罗易考 而且在前面的我讲到 就成任务变化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关于风险管理监督的 这四种方法 原来我们就成当中 只是谈到这四种方法 至于这四种方法的含义呢 就成当中并没有展开 而今年的关于 风险管理的四种方法 就成当中给大家展开了 也就是分别的 接受了这四种方法的含义 或者就内涵 这样的话 我们说这四种方法 这些考试过程当中 就很容易考 最容易考什么 当然考单选题 当然也可以甚至多选题 是吧 单选题就聚集了 针对某一种方法 来考你师傅理解他的内涵 如果考多选题的话 能问你风险管理监督方法 是有哪几种 第二个是监督对象 风险管理监督 监督对象是监督谁呢 我们说风险管理监督对象 当然是监督的是 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当中 前四项流程 前四项流程 刚才讲了 第一项流程的 收集风险管理出事信息 第二项是进行风险评估 第三个呢 就是自电风险管理策略 第四项流程呢 就是提出风险管理的 具体解决方案 所以这里所讲的 风险管理监督 要注意监督的对象 就是围绕前四项流程 第三 监督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说监督重点 是围绕重大风险 重大事件 重大决策 重有管理和义务流程 都瞧叫重大和重要 这是风险管理监督 重点是什么 维绕重大事件 重大风险 重大决策 重有管理和流程 这是风险管理的监督 大家理解它 监督的方法 监督的对象 还有监督的重点 这样呢 有个层次感 理解起来就比较好把握 第二 风险管理的 监督与给件的职职要分工 这个风险管理 监督给件的职职要分工 这个内容呢 也容易考选择体 就是在风险管理 监督给件过程当中 涉及到的 主要这些部门 有哪些部门呢 首先 就是企业的各有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有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那么作为这些基层的 有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它应该消息报告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主要职责 就是企业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应当定期的 对本部门的风险管理工作 应该这些制查和检验 而及时发现缺陷并给件 除去检查检验报告 你下谁报告呢 注意了 应该是报送给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 就是说在企业的职能部门当中 专门有一个负责日常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 前面我们讲到常见的职能部门 我们是有六大职能部门 是吧 讲到的采购了 营销了 生产业员了 财务了 研发了 能力资源了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 有一对规模的企业呢 还有个职能部门 就是叫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这个既然是个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那职能部门 那职能部门归税领导 当然我们说归企业勾管层领导 就归企业管理层领导 小管理层负责的 所以我们说 企业内部的各个有关的职能部门和业务 单位对你本部门的 只做风险管理 进行制裁和检业 并且要把他报告 报送给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第二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我们说他的主要职者 以及他向谁报告呢 给大家看 所以作为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应到定期的 对企业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这个风险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 和他的有效性 有进行什么 有进行检查和检验 作为职能部门 专职的负责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也要对有关的其他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我们说要对他进行检查检验 二 有根据在自定风险管理策略时 提出的有效性标准 对风险管理策略有这些评估的 第三 对跨部门和业务单位的风险管理解决 发表这些评价 提出调整或者给建议 出具的做评价和建议报告 及时报送给企业的总经理 或者是总经理事务权的 风管 风险管理工作的其他高管员 这个有助于第三条 第三条 对于企业内部一些跨部门 就跨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的 风险管理解决发表这些评价 调整以及给建议 第二条 要出具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一定要注意 报送给谁 报送给总经理 或者是总经理事务权的其他 风管风险管理工作的高管人员 所以呢你要明确 风险管理是 风险管理执政务部门 是前内部的执政务部门 当然是 我们是受这个管理层的领导 所以他对谁报告一定要注意 是对总经理或者总经理授权的 负责风险管理的其他高管人员报告 第三个是内部审计部门 内省部门 我们说内省部门的着职 这要是什么 向谁报告呢 大家注意 所以内部审计部门应该每年至少一次 至少一次 对包括 包括风险管理执政务部门在内的 在内的 其应的各个执政务部门和业务单位 能否二周有关规定开展风险管理工作 以及这个工作的效果要进行什么 监督评价 因为内部审计部门呢 就是起到一个什么 审计阶督的作用 所以呢 大家注意他的频率是多高呢 每年至少一次 对谁呢 阶督的对象和范围呢 一定要注意 是包括风险管理职劳部门在内的 所有的职劳部门和业务单位 风险管理工作及其成效 也就效果又进行审计监督 也就有这些监督评价 那么这个监督评价报告 应该直接报送给董事会 或者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和审计委员会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说为了提高的种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属于内部审计部门呢 应该是向董事会啦 或者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和审计委员会报告 而不是向总经理报告 不是向管理层报告 是不是 因为管理层也是属于我们所讲的监督的对象 是吧 如果你向他报告的话 那就违背了我们所讲的 审计监督的独立下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他的职责是什么 向谁报告 提示 说而企业可以偏情有资质性欲好 风险管理能力强的中介机构 对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这些评价 出具这个风险管理评价和建议的专校报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 有企业的内部省级部门 要对包括风险管理智能部门在内的 其所有的智能部门和业务单位 开展这种风险管理工作 具体效果要这些什么 阶级评价 就要这些评价 谁来评价 是由内部省级部门来评价 现在你又讲了说 企业大量也可以 聘请一些中介机构 对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呢 具体效果的这些评价 出具风险管理评价和建议报告 说白拉导头 如果是聘请这些中介机构 对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 这种成效这些评价 并且出具这种评价报告的话 这就导头于 就是外包 你这个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成效如何 可以由内部省级监督部门 由内部省级部门来这些评价 出具评价报告 也可以呢 外聘或者外包给这些中介机构来做 可以自己搞 也可以外包 就这个意思 提示二 就是关于四种风险阶段方法的介绍 刚刚跟同学们讲了 这个内容呢 就是围绕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四种风险阶段方法 经验教权当中展开了 所以在考试过程当中 就很多依靠选择题 这是一个重点 下面呢 我们首先看 第一种介绍的方法 叫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呢 通常就是指 这一些极端的情节之下 用来评估呢 这个风险管理模型和内控流程的有效性 以便用了发泄问题 制定改进措施的一种方法 目的呢 就是防止出现重大的损失事件 比如说 在我们国家房地产行业 同学们都知道 我们说房地产开发商呢 通常情况下 在开发楼盘过程当中 它的资金来源 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老百姓 买房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房价是比较高的 光靠我们的自由资金 买不了留房 所以拖长情况下呢 又要向银行二级贷款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房地产价格 大幅度的出现下跌 银行呢 就面临 这个房地产公司呢 到期还不了款 不能还保负息 作为居民个人的二级贷款 也不能还保负息 所以银行呢 要承受很大的 这个风险 因此呢 我们说假设 某一家银行 就设想 如果说这个房价 在现在的基础上 如果是跌幅 超过30%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银行 能不能够承受个风险 如果承受不了风险的话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呢 制定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压力测试 所以他往往是想象一下 极端的事情 我们说通过分析评估 这个分析管理模型 或者内部流程有效性的 又对重大损失事件 潮流了一种方法 所以请大家要理解 这个压力测试的含义 第二个接触方法 就返回测试 所谓的返回测试 就是将过去的历史数据 输入到风险管理模型 或者是输入到内部流程当中 把这个用型的结果 与你原来预期的结果进行对比 从而可以检测 检验你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方法 所以特别要注意 所谓的返回测试 指的是将历史数据 输入模型或者内部流程 把用型的结果 与预期的结果做对比 第三种界的方法 就是传型测试 传型测试是基于 在正常用型的前提条件下 将初始数据 输入到那个模型 或者内部流程 让它穿越整个流程 和所有的关键环节 把用型结果与原来设计的要求 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发现 这个内部流程是否有效 是否从这缺陷的一种方法 所以它的传型测试 一定要注意 就将初始数据 输入流程 让它用型全过程 把这用型的结果和设计要求 做比较 从而发现问题 这叫传型测试 第四个阶段方法 叫分析控制的自我评估 自我评估 我们说分析控制的自我评估 就是指企业定期或者不定期的 来评价自身和子公司的分析管理系统 分析管理的有效性和分析管理实施的效率和效果 所以这里所讲的分析控制的自我评估 也就类似于我们将来要讲到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因为后面我们讲到内控的时候 讲到企业人要对你内部控制 有这些自我评价 评价一下内部控制有效性 这个分析控制也是一样的 所以企业人也要定期不定期的 去评价一下你这个分析控制的有效性 这是关于谈到的分析监督的四种方法 请大家把这个含义搞清楚就OK了 下边呢我们请大家看经节例题 说分约公司是一家多年从事制药设备 出口业务的国有企业 2019年年初 面对国外市场环境趋劲 定当大幅减少造成的分析 该公司KP了国内销售业务 两年多来取得良好的业绩 本案例当中 分约公司的做法体现了 中央企业分约管理指引当中的 哪个内容呢 请大家看 说分约公司原来是从事什么 从事出口业务的一家企业 但是受到了国外环境趋劲 定当减少给带来的这种风险 所以呢他又KP了国内的业务 那么大家看一下 就原来是专门做出口业务的 但是国外环境变了 定当减少了 现在又KP了国内销售业务 就是既要做国外业务 又要做国内业务 这个倒头鱼 就后边我们所讲 倒头鱼是构建个组合 分线组合 东发不亮 西发亮 是吧 说国外业务不好的话 我靠国内业务 国内业务来弥补 所以我们说 这是购物界的分线组合 体现什么 体现的是分线对冲 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七种风险管理工具当中 其中一种就分线对冲 所以这个很明显 这是属于风险管理策略 因为我们说风险管理策略当中 就涉及到风险管理工具的具体的选择和应用 所以应当选择A 下一题 某公司设置了内部审计部 风险管理部和风险管理委员和审计委员会 制定了本企业的风险管理阶段改进措施 下列选项中 符合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职业要求的有 各个有关部门 定期的对风险管理工作这些制裁和检验 及时发现缺陷并给进 将风险管理检查 检验报告要报送给企业的总经理 对不对呢 我们说当然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说企业内部的有关 承担部门也好 业务部门也好 定期的又对风险管理工作 有这些制裁和检验 并且的制裁检验报告要报送给谁 我们是应该报送给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而不是企业总经理 比外聘风险管理的中介机构 进行风险管理的评价 并出具报告 对不对呀 我们说是对的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风险管理的评价 我们说可以由内部手机部门来进行 就是内部手机部门 起到一个内部手机阶段的作用 对你整个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呢 我们说出具一个评价报告 评价阶段报告 当然我们说也可以问一聘中介机构 来进行评价 这个都可以 所以学校必是对的 C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对跨部门和业务单位的 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进行评价 提出建议和出具报告 报送公司总经理 对不对呀 我们说是对的 因为风险管理职能部门呢 是负责其日常风险管理的一个职能部门 他当然是受管理层领导的 对管理层负责的 所以应当是报送给总经理 或者总经理授权的 负责风险管理 其他的高层管理人员 所以是对的 第一 内部省计部门每年至少一次 对各有关部门和业务单位的 风险管理工作及效果 这些阶段评价 阶段评价报告 直接报送董事会和省计委员会 对不对呀 我们说也是对的 这个内省部门的这个 阶段评价报告 我们说报送给 董事会 或者董事会下设的 舍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 所有的选项 第一个说法是对的 因此呢 刚才这个提议 我们这些选项呢 就应当是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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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对的